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周末收假的时候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大摇大摆了 手牵手指在校园里 胆子推到了 刚好啊 这个正教主任从后没有撞见 这还了得 一黑给老子光电话之下刷砰 主任飞起就是一脚啊 把男生踹了个狗吃死 这脚踹得好啊 对不对 忽然啊 主任眼前一黑 这个女生的爪子都上来了 又是挖脸了 又是揪耳朵 又扯衣服 一边叫道 老子给你拼了 你竟然穿我儿子 这女生是男孩的亲妈 说到谈恋爱 我们谈的是什么呀 你有钱吗 没有 一周一百活 你有房吗 没有 寝室几张铁架床 还是足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谈的是什么 花絮 爱情对不对 很多人说对了 爱情 那小时候向老心目中爱情是什么呀 是那个许仙和白梁子之间那种 赶天动地的人妖恋 不管你是蛇筋 胡筋 白骨筋都可以 人妖恋 本来水火不如 但是自从有了爱情 能通婚以后 什么都不一样 特别是还能生个混血 人妖宝宝对不对 那么说起人妖恋 说起人妖恋 杭州的许仙成年了 但她的生活总觉得差点什么 所以说同学们 你们说差点什么 她差个媳妇 她一天她在西湖打望 就在街边 丑眉了 然后突然 遇到了白素贞 第一眼心里 砰砰砰 一见钟情 平时 口作悬河的许仙 竟然大于若木鸡了 竟然叫了一声 大姐 许仙你竟然叫了一声大姐 我是白亮 昨天叫丑脸 我是一个未婚小妖姐 我有那么老吗 对不对 应该叫我小姐 不 叫小姐姐 人生啊 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 咳嗽 贫穷 可爱 你越隐藏 越欲盖 遗障 在四目相对的赖叉了 许仙的整个身体 仿佛被电流其重 几对大量分辨一种 化学物质叫 叫去甲 胜上腺素 这种物质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我说了 你不知道 他能让人 就是那种 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 让你产生 怦然心动的感觉 遇到这种事 谁都会受处若惊 只用眼 向老师儿子名字去 想好了 向金波向银波 什么台 如果再也就是 铜波铁波了 化学老师 化学老师 你说这事 谁遇到谁 还能把眼睛挪开 对不对 女生遇到这事叫什么 叫饭花痴 男生遇到这事 凭什么叫耍流氓 九首 不管是饭花痴 还是耍流氓 那这种开心和幸福 是用钱买不来的 完全靠缘分 这一眼 就是那种 相见恨晚 欲罢不能 你的体内会分泌一种 金素叫什么了 这种物质叫多巴胺 多巴胺的大量分泌 会让你产生一种 爱和快乐的感觉 我来画一个曲线 就是一个人的多巴胺分泌曲线 看一下 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句叫一见钟情 是不是叫一见钟情 反正这个人钟情也是多 那么多情的人 其实不能怪他 多巴胺这样分泌 你能控制住吗 不能 那不能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在大街上 碰到那种 找你要微信的人 他不是骗子 就是多巴胺分泌过多 被你的光彩 惊艳到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 对其他人呢 他的生活应该多巴胺分泌 应该这样 这样 看 这应该说他 应该买了最新款iPhone 然后呢 抬了狗屎 然后 哎 捡了几百块钱 然后被狗咬了 你说像一见钟情 这么大增长 他怎么会遇到呀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说 一见钟情 都是见色情 其实啊 只是你没有预见 而当你真正预见以后 你才发现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他和你脑海中 想象的一模一样 他可以不完美 他也可以不漂亮 但是他在你心里 是那么的特别 一见钟情 不仅是 看了一眼就喜欢上上脸 而是在那一眼之后 再也没有 不忘记过 反复上一辈子 反复上一辈子 我们都已经 有一腿了 这个说起有一腿 我想起个事 我经常上碗子习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在 忘我的学习 写作业 我总发现有个别男生 个别男生 他正在忘我的摸 同桌男生大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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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